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再次被提起 是因为刘雨昕爆出聊天截图 称被张芒团队黑的 已经很久没有戏拍了 截图一出 网友们都群情激愤啊 这张芒的心迹也太深了吧 以刘雨昕的名义卖水军黑自己 还拖下尾款 导致水军投资找到刘雨昕那去 这操作真的太糟了 真缓转都不敢这样写 可是在9号的凌晨3点 张芒迅速做出了回应 称自己成见插足刘雨昕和渣男的感情 但只是年少无知和年少轻狂 好清醒的借口啊 88年的张芒 在年前插足人家感情的时候 已经27了 拿来的年少无知 转发完年少 就开始说星座了 张芒称自己作为一个摩羯座 被爱情冲昏 两头 为爱付出了一切 好了 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们接受这个锅吗 还说是因为这次才去整容的 可只要你当了小三就没自信了 没自信就去整容了 接下来小趴给你整理一下 这两人的爱恨请求 2015年的时候 张芒参加了一道恋爱真人秀 虽是在节目里成为假想情侣 但是两人却已经到了在节目里亲吻的尺度 这时候引起了张芒正排男友李萌的不满 李萌发微博宣誓主权 随后张芒删除了关于节目的所有微博 但是这个李萌最后被扒出 已经有了老婆孩子 而老婆正是刘雨昕 刘雨昕也发了一个微博回忆 催促男方签字离婚 这时候刘雨昕被王妖八珠小号 已经结婚生女 为了她三年打掉两个孩子 迎产一个 而渣男的十二年还在出轨 王妖八十三年的时候 刘雨昕递交了离婚协议 但是条件不满意 所以一直没签 但是十五年的时候 爆出正事 她在微博为了 回顾当时的女友张芒 才把协议签了 但是当时张芒被网友认定了 是小三 发了一个翻白眼的微博 而后来她被质疑整容 和当小三的时候 也回复网友 承认整容 但是绝对不是小三打脸啪啪响 直到2018年5月7号 刘雨昕发任无可忍 发布微博公开队 而且还提到了刘雨昕 17年前的特殊身份 可能有人会质疑 这只是刘雨昕的一面之词 但是小八翻遍全网资料 终于发现了 刘雨昕的身份确实很特殊 她是空正明星团的成员啊 央视三 艺术人生情的明星团 她和一众大佬一起出现 还是坐在第二排 看来张芒之所以打脸 也是因为怂了啊 当小三之前也没查清楚大家的背景 这下可糟了呀 不总理一下 之后可能就要唱铁窗类了 但是刘雨昕作为一个母亲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的成长 选择原谅 吃瓜路人也别怒气不争了 看戏的人很多 但是说散就散了 你看戏不闲事的 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无辜的小孩呢 一个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成长 原谅小三实在是太伟大了 在这上 哎呀 你看戏不曉一的人 我想要去旯 我想要去旯 看看戏不担心 家族不扁 治愈